这边联赛正值休赛期大家的目光自然都投向了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篮球比赛 最近中国女篮公布了奥运会的16人大名单 这本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但没想到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名单里没有包括近期表现极为出色的张子宇和刘宇童 说到张子宇这位年轻球员在U18亚洲杯上可是打得风生水起 表现的堪称无敌 大家都以为他肯定能够入选奥运名单 刘宇童也是个实力派 作为国家队的常客 他的落选同样让人吃惊 这两位年轻的内线球员被寄予厚望 大家都觉得他们会是中国女篮未来的内线核心 但此次奥运会的主教练郑薇却决定放弃他们 选择了更有经验的球员 其实郑薇教练的决定也是有道理的 当前中国女篮的内线实力还是很强的 李月如和韩旭这两位已经在国际舞台上证明了自己 李月如在WNBA的表现相当出色 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他的存在让中国女篮在内线位置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而韩旭一直以来在国际比赛中的稳定发挥 也是中国女篮内线的重要保障 回顾一下这两位年轻球员的确在经验和大赛经历上还稍显不足 虽然他们未来潜力巨大 但是现在相比李月如和韩旭这两位久经沙场的老将 他们的稳定性还是烧欠火候 这位教练担心如果在奥运会上遇到对手的快速反击 张子宇和刘宇彤可能会因为移动速度的问题而被针对 从而影响整个球队的表现 不过话说回来李月如和韩旭的组合 已经多次在比赛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们两人联手攻防两端都能扛起中国女篮的内线忍 内线重忍 李月如面对欧美强队的内线球员 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韩旭也是一位顶级中锋 配合默契实力不容小觑 中国女篮除了内线以外 其他位置也有最强阵容的球员出战 像李梦王思宇等人的加入 让这支奥运会球队整体阵容更加均衡 虽然在最近的热身赛中 外线投篮的命中率不如以往那么稳定 但中国女篮依然是奥运会上的一支净率 只要发挥正常 他们完全有能力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毕竟这已经是近20年来最强的一届中国女篮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类似的情况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前夕 美国篮篮也面临过类似的情况 当时很多年轻球员表现出色备受关注 但最终名单中还是选择了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将 教练所认为在大赛中经验和稳定性 往往比年轻球员的潜力更为重要 果不其然 美国篮篮在北京奥运会上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夺得了金牌 这种选择经验丰富的球员策略也给其他球队提供了借鉴 说回中国女篮 尽管张子宇和刘宇彤这次未能入选奥运名单 但他们的未来依然光明 两人都很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证明自己 特别是张子宇她的潜力巨大 未来肯定会成为中国女篮的核心内线 只要她们继续努力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 未来的国家队大名单中一定有她们的一席之地 中国女篮在备战巴黎奥运会的过程中 做出了阵容上的一些调整 这些调整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从整体实力和战术安排上来看 还是为了球队的长远发展和当前的比赛需求考虑 当然希望这支女篮队伍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争取为国争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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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